來到這裡也會碰到你 我來找你 找我? 何雞, 怎麼搞得拯辭職信這麼大事 總之一言難盡 那去你家裡聊聊 好… 你只是這樣, 別客氣 這麼客氣? 來… 你拿吧 好… 大馬路, 別走, 你再考慮一下 金老太太, 我真的做到意興難生 你當幫幫我兒子吧, 你先留下來 等一會兒我兒子拿回正大旗 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不是, 金老太太 你別再說了, 留下來吧 大子, 你約我出來, 有什麼談? 今天約你出來, 我問你一個問題 究竟你這個做妹妹 站不站在大子這邊? 大子, 為何無緣無故找這種事來問 我們是兩姐妹 兩姐妹的事, 有今生也沒來世 站一聲, 不站兩聲 大子, 我沒說過不站在你那邊 不過做人不能虛偽 你知道你妹妹直腸直肚 有那句話就說那句 那阿熊是對的, 我就說他對 你直腸直肚 你記不記得一個月前嗎? 當著人面前怎麼說我? 讓我逐句逐句告訴你 你說我老公死得早 因為不值得人的幸福 所以十幾年前, 我就拆散了阿祖和阿賀 我現在一樣不值得 所以又要拆散了阿祖和阿熊 你還說你很明白我的心情 因為你也是老公死得早 所不同的, 你就是會想, 不會做 你就說我這個八爺婆很陰毒 我又會想, 又會走 阿婆, 我小時候 媽媽經常替我搭丁丁 媽媽跟我說了很多你們兩姐妹的事 我到現在還記得 你十幾歲的時候 在鄉下得了霍聯病 全家人都不敢碰你 把你扔在慈朗裡 是媽媽一個人揹你到廣州市 找醫生治好你的 大致是好, 但是做人也要說真話 不是她做錯事, 我也要說她對 那就要效益她 你老公剛來香港找到工作, 要曝補 那時候媽媽和公公不合眼 媽媽她為了你, 斟茶和公公道歉 你還記不記得? 大致對我好, 每件事都記得 但是我還是那句話 有那句話要說那句 別說了, 那個女人給了多少好處理 你說吧, 我就算把手都賣掉 把司機都拿出來, 雙倍還給你 你說吧 是不是阿公出事了? 雖然我幾十歲 對, 但是我還沒懷孕 那個女人, 她是有居心的 這個女人擺明居馬 立心立了那些餅譜 那些餅譜 留給我的孫子 大致, 我隨時準備跟她開戰 而你這個做門的 竟然把愛人合起來來反我 大致, 阿婆 你是不是要我這個做家姐 要跪在你面前求你 你真的站過來我這邊 是不是? 大致… 大致, 你不要這樣 對不起, 大致, 我不想這麼做 大致, 你疼阿祖, 你疼門家兒子 我又何嘗不是, 我都很疼阿公 但是阿公有事, 我可以不救他嗎 他虧空了, 沒了很多錢 阿公的話我們一定要聽 阿公他虧空了多少錢 你告訴我 阿公, 我幫你搞定他 不行, 大致, 你的錢是解決不到的 阿公有很多證據被阿虹拿著 阿虹一報警, 阿公就要坐牢 大致 大致, 有件事我要跟你說 阿公說 阿虹最近經常跟她前夫阿強有來往 阿公好像有生意傾, 我真的只知道 只有這麼多 你不要告訴別人, 是我說的 對不起… 媽媽, 不如把這件事告訴阿公 不要, 阿公, 我不救女人 當然是不救女人家 請不要打草圈 又不要告訴阿公 阿公, 你一定要幫媽媽 知道, 知道 Karmy, 我叫她想過功能, 想好了嗎? 我告訴你已經去新加坡了 什麼功能? 你不是這麼大頭欺負吧? 我和你講的鑽石情侶錶功能呢? 我早就想好了 你看, 到時候我會把舞台設計 像古埃及一樣 當時人們會用石柱來計時 這樣我和七個舞蹈員 就會穿古埃及的服飾 帶著鑽石情侶錶出來跳舞 你說好嗎? 不錯 你先上去吧, 我停車 再上來再慢慢說吧 好, 謝謝 好… 請問你在這兒幹什麼呢? 幫阿卡收拾東西 過兩天阿卡在新加坡工作 一向她出租, 都是我幫她收拾東西 你有沒有問過她? 林放公之前我問過了 我說你現在有女朋友 我上來方不方便嗎? 她說我是她妹妹, 一向都幫她 不是現在不幫我吧?我才上來的 拜託你不要在這裡阻礙阻礙 我沒那麼空跟你鬥 我根本上就不屑你當我的對手 我告訴你, 你的道歉信是沒用的 你的眼淚攻勢也是沒用的 你知道一個男人對著一個女人 是說什麼嗎? 是說感覺 阿卡對著我有, 但對著你卻沒有 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 你別說, 我答應過河馬 我不會和你吵的 你喜歡就說, 我撿完自己走的 阿元, 每個人都有底線 你在家裡已經捕捉了三次 第一次你捕我特意弄不見你的護照 第二次還說我有私心自私 第三次捕完再捕了 對, 喜歡一個人應該包容她的家 阿卡, 她叫我忘記了她, 我就忘記了她 但為什麼你要在辦公室裡搶我 你不是說的?我搶你什麼? 如果不是你 Kandy會問Sandy我是否有個私生子 不是你搶是誰? 小姐, 再養兒童是沒罪的 以後我去葡萄牙包租婆婆 她會把所有收拾回來 有單有據 如果你再這樣的話 我連阿卡都不給面子 我告你誹謗, 你是不是瘋了? 你在幹什麼?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Subscribe 快點按下小鈴鐺